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特勤演员这个称谓是当时时代发展的一种需要 老百姓渴望看到我们的伟大领袖 渴望看到表现他们这个争容岁月 那么这里边很多不是演员的人 他就因为他的形象外形条件好 就开始扮演领袖 所以叫特型特殊形象的人 但现在通过这么多年的发展 我觉得特型演员这个词 应该把它删除了 特型演员从外形造型 从他的声音 他更多的是在模仿 慢慢发展到现在 随着我们很多历史的事件的一些解密 我们对历史的认识不断地提升 观众也在提升 在外形上他都不是说要求那么的严苛 而着重视对人物 就是领袖人物内心世界的刻画 就是从形似到神似 这是一个进步 一个发展 离开演员26年了 你死了 周副主席 嗯 连我们伟大的领袖 尤其是像周恩来这样的人物 是每一个演员都希望 能够有这样的机会 但是你演到以后 得到观众的认可 那么他就鲜肉为主了 他就希望你永远演这个人物 他这个人物演得越深入 越鲜活 越真实越好 因为他们有情感移植 他把对领袖的这种情感 移植到他们认可的扮演者身上 我非常感谢你 给我们留下了光辉形象 照以后代 我非常感谢 感谢你 那么反过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么多年以来 我的演艺生涯 我的艺术生涯 是和周恩来总理的形象 紧密地结合在一块的 大部分的精力是 在塑造这个人物身上 这个可能在很多演员身上 都比较稍有 这也需要一种坚守 而且得到了观众的认可和支持 这是我最大的动力 我一辈子要做好一件事 就是把周恩来总理的形象说得好 一辈子也许都不够 感谢您的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